要講目前平板電腦的最強之選 不用想都一定是Apple出品的iPad系列 五月中更新的iPad Pro 單是採用全新M4處理器這一點 已經在效能層面上秒殺了市場上的其他對手 如果日常工作是需要處理4K或以上的高清影片剪接 3D Modeling 或者 AutoCAD 類型的複雜繪圖工作 想找一部平板來做的話 基本上真是別無他選 但如果不需要做到以上種種的高階用途 iPad系列的零售價其實都不便宜 而另一個延伸出來的問題 就是不少人平時的平板用途 其實都未需要用到規格那麼強的iPad都可以做到 所以今次這條片 我們就將目光以不同的iPad作為中心 稍微擴闊一點 將一些2024年可以選購 而且性價比都不差的5部Android平板 都拉進來給大家了解一下 它們不單止價錢上會有一定的優勢 最重要還有一些Apple iPad系列產品未必提供到的功能 讓大家在選擇賣平板的時候 不會單純只有Apple iPad這個體系可以選擇 在開始之前 首先要多謝一路以來支持我們的朋友 未來如果想看到更多不同科技Gadget的選購指南的話 當然就是要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覺得我們提供的資訊夠實用的話 不要忘記按LIKE和SHARE 要追上2024年版本的iPad Pro 你可能會想 至少都有一部採用 Quadcom Slap Dragon 8 Gen3的平板 不過這方面很遺憾的是暫時沒有 在Android陣營目前最頂級的平板選擇 最多只有上年的旗艦級晶片 S8 Gen2可以選擇 以綜合性能去考慮 勉強只能夠追上Apple M1的水平 換言之 即是最少相差了兩代 但如果撇除效能上的差距 單單只需要足夠處理日常工作 娛樂 甚至需要處理一些比較進階的應用 好像剪輯高清影片一樣 S8 Gen2的平板依然都有兩款不錯的選擇 首先就是Samsung 2023年推出的Galaxy Tab S9系列 這個系列除了擁有不錯的處理效能之外 螢幕方面亦採用了更新率最高120Hz的Dynamic AMOLED 2X 而且都支援HDR 10 Plus 算是目前Android平板當中 少數顯示質素可以與iPad系列看齊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系列入面的最高階款 Galaxy Tab S9 Ultra 螢幕尺寸還達到貫注平板市場的14.6吋 如果想得到比iPad Pro更大的螢幕體驗 暫時只有這個選擇 作為Galaxy Tab Samsung隨機就會附送一支S Pen 雖然功能上就一定不夠Apple Pencil Pro 不過就勝在不用額外再付錢買 起碼省一千元 只不過如果想有類似Laptop的打字操作體驗 就要另外買一個專用的鍵盤保護套 價錢都不便宜 不過還是比Apple iPad的Magic Keyboard便宜一半有多 Galaxy Tab S9系列的機種 都與S24系列的手機一樣 可以用到Galaxy AI的功能 雖然效能上與iPad有一定的差距 但暫時在AI應用上 Samsung的平板就有一些優勢了 Samsung Galaxy Tab S9系列都已經出了大半年有多 價錢當然都回落了少少 如果買的是11吋的型號 現在在Price的網站報價方面只是4000元左右 價錢會比起11吋的新款iPad Air便宜少少 不過如果計算Apple Pencil Pro與額外加救這個因素 Galaxy Tab S9的價錢優勢就更加明顯了 而另一部定位與Galaxy Tab S9系列類似的平板 今個月頭在香港上市的小米平板 Xiaomi Pad 6S Pro 它與Galaxy Tab S9系列 一樣都是用Qualcomm S8 Gen2作為主要的處理核心 但它的最強之處在於它配備了一個 12.4吋3K解像度的LCD螢幕 雖然對比度不夠用OLED的新iPad Pro 但像素密度就一定是這部小米平板近勝一籌 而且它除了尺寸夠大 更新率亦達到平板小見的144Hz 另外亦支援HDR10、Dolby Vision等高階影像效果 它亦有6個喇叭支援Dolby Atmos全景聲 這樣計法在影音效果方面 應該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Xiaomi Pad 6S Pro 亦都繼承了小米其他產品 以性價比為先的定價方針 就算它是2024年的最新出品 右翼旗艦平板作為定位 它的定價都只是4,399元 在配件方面 Xiaomi Pad 6S Pro 是支援觸控筆和專用鍵盤的 不過這兩樣東西都是要另外再買 但在定價上就比較親民 兩樣買齊都是1400元左右 剛剛那兩個品牌出品的平板 都是目前Android界別的頂級選擇 自然價錢方面都有差不多 最少都要4000元才有交易 但如果你追求的 並不在處理效能上的強勁 只是想要一部尺寸有差不多的Tablet 來進行影音娛樂的話 2024年還有另一間廠出了一部大螢幕平板 就是這部Honorpad 9 它的價錢相當親民 只需要2300元左右就有交易 不過代價就是處理規格偏向入門 用的是Qualcomm兩年前的舊出品 Snapdragon 6 Gen1 4nm製程的入門規格的確可以延長續航力 不過用來運作一些高階的遊戲 或者剪片等等的應用的話 必然就是吃力一點 但Honorpad 9的最大賣點 在於影音方面的能力 它的螢幕尺寸是12.1吋 解像度2.5K 同時支援120Hz的更新率 雖然螢幕方面就沒有支援HDL 或者Dolby Vision這類畫面顯示技術 但它就加入了8個喇叭 配合了Honor的Histon音效技術 可以提供到相當不錯的立體聲輸出 用來看電影都算是同價位機中最強之選 Honorpad 9 12.4吋的螢幕比例是16比10 同一張A4紙非常接近 如果平時用來看文件的話 這個尺寸和手感其實都頗合適 不過如果你買一部Tablet 想用來看電子書或者漫畫的話 這麼大的螢幕就反而有點不方便 以下都提供兩部價錢實惠 螢幕尺寸介乎10至11吋的輕量選擇 讓大家考慮 首先以便宜價先決的話 可以考慮去年由小米推出的 Redmi Pad SE 它的價錢只是港幣1000元 限能方面都是入門級數的 不過如果只是著眼在它的影音輸出 其實都有不錯的驚喜 Redmi Pad SE 螢幕用的是11吋的LCD 解像到叫做剛剛好到到Full HD Plus的水平 不過就拿到德國萊恩的低藍光和無閃頻認證 就算看久一點對眼都沒有那麼累 同時雖然它只是平價的Tablet 但就加入了4個喇叭 還支援同價位機種小友的Dolby Atmos全景聲 不看漫畫用來播劇都是不錯的選擇 除了Redmi Pad SE之外 市場上還有一部出了一段時間 價錢都有一定回落的Oppo Pad Air可以選擇 它目前的價錢就是1600至1700左右 處理規格其實與Redmi Pad SE相同 不過就剩在螢幕小一點的它 同時擁有更高的2K解像度 Oppo Pad Air的另一個賣點就是機身夠輕 只是重440g的它 在同尺寸的平板當中是最輕量的選擇 同時它在機身上也加入了一些獨特的文理裝飾 設計沒有那麼齋之餘 亦都提供到不錯的手感 這樣帶出街看文、看漫畫的時候 對手碗的負擔都沒有那麼大 不過計我說 如果真的只是用來看書、看漫畫的話 近年用E-Ink電子墨水的閱讀器 效果其實更加好 但就是完全另一個界別的產品了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看我們這方面的選購展覽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以上幾部Android平板 盛在價錢比較親民的水平 可以帶來更多元化的功能 不過iPad系列一樣有它們的優點 例如更加穩定的iOS系統 以及更加全面的app支援等 如果是用開Apple iOS、iPadOS體系的產品的話 相信都會覺得iPad用起來 始終都會比較得心應手 如果想買iPad又預算有限 現在減了價的第10代iPad 都只是2799元起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入門選擇 不知道這條片 又可不可以幫大家減到一部適用的平板呢? 又或者你們還有沒有什麼心水推介? 歡迎留言和大家交流一下 覺得這條片的資訊有用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給朋友看 當然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好快會有新片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